根據洛杉磯警察局的最新數據顯示 2023年當地店舖的導視案件急劇增加 Crosstown LA對洛杉磯警察局的犯罪統計數據進行分析 發現包括搶劫快閃族在內的零售犯罪有所增加 其中店舖導視案的增幅最為明顯 2023年洛杉磯警察局接到的店舖導視報告達到11,945起 較2022年增加了百分之81 當中大多數案件集中在洛杉磯市中心和Canoga Park 犯罪激增對消費者和商戶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有消費者抱怨犯罪行為的增加令購物變得更加困難 一位在當地經營定制服裝店28年的老闆表示 因連續遭受盜竊和破壞 正在考慮關閉門店並搬來洛杉磯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